我本是豪门富少年 迫着前呼后拥的生活 爷爷的一次自私决定 导致父母葬身火海 父母的离世导致我性格突变 背起行囊踏上行军之路 军中九年练就一身本领 一次冲动打得对方不怕 使得自己入狱一年 出狱后爷爷安排我继承千一家产 请提示要合理加联姻 但是当年的事务始终无法释怀 毅然放弃千一家产 踏上求职之路 无奈坐牢的机力让我四处跑 最后不得不来到会所应聘 我们这是女士会所 你一个男的跑来应聘 道什么乱 妇科医院还有男医生呢 我的手法可是祖传的 林导你不信可以试试 这小伙子长得还挺俊诺 说的什么祖传的手艺八成 是在瘸蛋 但是好多复活的确喜欢男技师 毕竟好色不是男人的专属 来吧 给你的机会 我试试你的手法 要是不行 就请你马上走人 秦川一顿操作猛如虎 用上了三十来年的手足 正在享受的周莉莉 不禁舒服的拿出纷纷的声音 怎么样 我的手法还行吗 既然得离婚五年的我 按出了反应来了 手法简直是YYDS呀 比海周一位名老大师 手法还要好 试用期一半的月包市住 转针后五千价提成 要是没问题 就去技师部报到吧 我住哪 总不能和其他女技师住一起吧 你去技师部找主管 他会帮你安排 谢谢周总 对了 我们公司老总叫宋姚对吧 你问这个大麻 宋总的大名也是你叫的吗 紧接着秦川从口袋里 拿出一张照片来 是他吗 周莉莉半天才看出照片上的人来 这是一张十年前的照片 我警告你 宋总虽然漂亮 但已经结婚了 你最好别有什么歪心思 那不会 不会 秦川转身来到了三楼主管办公室 马主管正在试着秦川 怎么不先来找我 来的时候 保安告诉我 是周总拍板就直接找他去了 不没有转 有一间杂物 你先凑活着住吧 下午两点开技师大会 别迟到 来到狭小的杂屋秦川 倒头睡了一觉 再睁眼已经两点三分了 他立即弹座儿起 朝外面冲去 介绍一下 这位是你们以后的新同事 他叫秦川 以后公号666 一听是新同事 这十七八个女技师 纷纷露出震惊之色 第一次开会就迟到 空五十块 把情报了一下 昨日夜景 骂了几个表扬几个就散会了 一众女技师就围上了秦川 秦川弟弟 来 坐姐姐这边来 你是怎么找到咱们会所的 看到招聘 启示就进来了 到周副总那边面试一下就通过了 哟 周副总竟然让一个男的进来 咱们会所不是打算开别的项目吧 秦帅哥 你家是哪的 有女朋友了吗 小哥为你看我怎么样 我也是单身呢 哎呀 你们这群母老虎 跟八辈子没见过男的一样 别吓着小哥哥了 小秦呢 今晚下班了 咱们一起去吃点烧烤啊 姐姐酒量差 一杯就倒了 姐姐们你们给我整的都不会了 好了 姐姐们该上钟了 片刻后 走过来一位女技师 川哥 你是不是得罪马师太了呀 这都快下班了 还不给你排周 得罪了吗 过去吧 肯定是得罪她了 对了 我叫小燕子 认识一下 这时马秦出现在门口 666号 你去三菱酒房 那个客户脾气不好 你上钟得注意一点 好 这时另一个下了钟的女技师 走了过来 姐 你知道三菱酒来的是谁吗 是吴大妈 不过我刚才怎么看到小秦过去了 是那个教授吴大妈吗 客群中最挑剔的那个 嘴巴毒 之前还把我骂哭的那个吗 对 就是那个是今 他还是咱们这的会员呢 大客户 做按摩的吴大妈 马主管 这个666号是你们这儿新来的吗 是的 吴姐 小秦是新来的 您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警官说 我让他马上改 不不 很满意很满意 这个小秦手法非常棒 按得我舒服死了 太爽了 按得我都有奇怪的感觉了 来 给我卡里再冲五万 吴姐一边往外走 还一边朝包厢里喊道 小秦哪 下次姐还找你哈 太舒服了 恨不得一口把这666号吃掉 吴大妈说完后 便美美离开了 666你去311包厢 马上 好 乃者不拒 这一次给秦川安排的是一个更加吊赞的客人 我就不信秦川这新手小子还能搞定 两小时后 一个高瘦女人依旧是满脸开心走了过来 哟 马经理你怎么无精打采的呢 你走 刚给你服务的是咱们的新技师 我 我是怕他没服务好你 新技师 他那手法绝了啊 我好几年都没遇到这么厉害的技师了 这一次按摩下来 我都感觉年轻了十岁呢 对了 今天还能冲卡吧 我充个十万 这家伙难不成是用了什么违规手段哄骗客户了吗 不会是美男级吧 你走 下次见啊 好的 臭宝 晚上来到会所的周莉莉 在电脑前查看今日流水惊讶的 看到666号技师秦川的业绩 客户五姐充值五万元 客户你总充值十万元 周莉莉震惊地看向马青 后者尴尬地点了点头 五姐和你总 都是性格差爱骂人的主 双有不满意 已经把技师骂得狗血淋头 看来秦川这业务能力相当出色呀 就在这时 周莉莉的手机震动起来 手机放在耳边 里面传出一道轻柔的声音 还在会所吗 嗯 怎么呢 叫人给我放点热水 我要泡一泡 那个狗男人又欺负你了 诶 宋总 你先来会所 我给你安排个项目 保证舒服 挂断电话后的周莉莉找到了秦川 你去哪 周副总好 这不快下班了吗 你今晚原社加个班 另外 试用期免了凝结转正 这时马青走了过来 周副总 嗨 还有什么事吗 有事您尽管吩咐我就行了 不用了 你也去宿舍休息吧 我和秦川单独谈谈 马青心里咯噔一下 因为秦川出色的表现 加上周副总的亲爱 他忽然感到了一丝危机感 走吧 小秦对我去VIP包房 周莉莉脸上出现了一门坏笑 你先吃放热水 周 周 周副总 我可是卖艺不卖身呀 你想什么呢 一会有一个大客户过来 你只管做你的事 不许问东问西明白吗 秦川尴尬地点了点头 不宜会送姚总进来 你先出去 泡好了我叫你 里面的人 是宋总吗 不该问的不问 明白吗 哦 那就是宋总了 果然腐败貌美大长腿啊 没多久 包厢里传来宋摇的声音 你进来吧 秦川走到旁边一台眼 便看到了宋摇小腿上的几束瘀痕 成条状有点像是鞭子抽打过的伤痕 难道宋总还有点别的爱好 或许是秦川按得太舒服 不一会儿宋摇就睡了过去 片刻后宋摇站起身来 太舒服了 你手法不错 下次按摩 我单独联系你 第二天陆续续 何时来找秦川来办 都是一些风 是吴大妈和你不介绍 一下子秦川的骨灰 在卫宿后发离来了 济师部的全体同仁 还给他灌上了机台济师的称号 这样下去秦川迟早要把我顶替了 这样不行 我得想办法整整他 手机忽然震动起来 一看是尼总的号码 他立即放在耳边 尼总您好啊 那个 小秦在不在啊 下午没事想找他按按 抱歉啊 小秦今天请假了 给您安排别的济师吧 这样啊 那我改天来吧 挂了电话之后 马亭重重的将手机摔在桌子上 很快又有两个电话打进来 也是找秦川事件中的 但都被马亭与秦川不再为由给网记了 四日下午开会 秦川变成了通报批评的那一位 没想到我们的金牌济师也有挂龄的时候 真有些不可思议啊 从今天开始 担任业绩挂龄的济师 惩罚改成下班后洗厕所 主管 之前不是罚钱吗 洗厕所脸太侮辱人了吧 怎么你们不服事吗 不但要洗三楼的 四楼的卫生间也要洗 听到了吗 就在这时 你总在大厅里 没看到济师走进来 哟 还在开会呢 是不是来早了 小秦你在啊 昨天就打算来找你的 马主管说你请假了 我昨天没请假 一直都在这里 是吗 这是怎么回事呀 马主管 一众人怒视着马主管 那应该是我搞错了 不好意思啊 你总 规矩就是规矩 秦川你今晚下班了得受惩罚 你们都听到了吗 包厢里 秦川给你 都捏着大成 小秦啊 我看这地方也不咋样 你到姐公司去吧 给我做助理 一个月给你开五万 咋样 小秦啊 姐是真看好你 加入老娘的麾下 看老娘不诈干了你 你总 我 我 我这合同签了五年 我预计很高的 不太合适 好吧 我可以给你考虑的时间 下班之后 秦川被罚洗厕所 不然听到送遥房间里面 传出一个男人的声 秦川停下脚步 口气听了起来 姚姚啊 你跟我这么多年了 也知道我的不容易 这次就当为了我 也为了你自己 委屈一下吧 你得先保证 那个朱先生 不会干别的事 我保证 对天发誓 就是陪他吃个饭 喝点酒 朱先生这样的大领导 真是太难约了 这次我们绝不能错过机会 再说 你是我的老婆 我还能把你往火坑里推吗 好吧 你明天来接我 那就说好了 你记得打扮票两点 脚步声传来 秦川立即朝洗手间方向走去 这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 竟然是送遥的老公 一切忙完 已经到了十一点 走到房间门口 看到了小燕子 站在外边 小燕子 你怎么还不去睡 姓马的 太可恨了 姐妹们要帮你报仇 报仇 报哪门子仇 趁他半夜起来尿尿 打他一顿 他以前干过不正规按摩 伤了声音 才天天一起去厕所 秦川顿时来了兴随 半夜 马秦明明呼呼地走进了厕所 突然 一堂黑影 从右侧出来 马秦扭头还未来得及 发出尖叫声 就被蒙住了上半身 紧接着被劈头盖起来 没有动静了之后 马秦一把拿下了头上的东西 秦川 是你这个王八 马主管 你不用这么紧张 我只是给你点教训 你打人 我要报警 你报警 我就杀了你 你知道我是坐过牢的 把你杀了 再找个没人的地方 挖壳埋了 等警察发现你的尸体 我已经远走高飞了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不该害你业绩挂领 对不起秦川布 川 川哥 这是秦川 马秦竟然吓尿了 都在一口锅里吃饭 往后别那么小心眼使坏 记住了 记住了川哥 乖 快回去换条裤子吧 别着凉了 次日开会 马主管 你脸怎么了 被打了吗 没有没有 昨晚上厕所不小心摔了一跤 秦川 以后的业绩挂领 就不洗厕所了 你看行吗 你是主管啊 你说了算 散会后小燕子走了过来 咋样 见笑了吧 嗯 牛爱 恶人就要恶人魔 哈哈 咱姐们儿都这么帮你了 不请吃饭 没问题 小意思 下午两点半 秦川正在上钟 口袋里的手机嗡嗡震动了起来 接起电话一听是送鸟 有空吗 有啊 当然有空 那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吃饭的家伙带上 不好意思 娟姐 我有点急事 要出去一下 我给你换一个最好的技师来服务您 秦川拿着饭盆和筷子 总经理事 宋谣听到动静抬头看向秦川 看到了他手里拿着的筷子和方形饭盆 忍不住大声的笑 你吃饭的家伙就是这个吗 嗯 还要带勺子吗 你的上钟工具箱 不一会拿着工具箱的秦川 走了回来 给宋谣开始暗眠 听周副总说你有我小时候的照片 你哪来的 一个老朋友给的 偷我打听打听 我也想了解了解宋总 如果你想追我 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是有老公的人 你也是我的员工 追一个女孩子 是要有感情前提的 我目前对你没有 是吗 当然 引起生理变化的感觉还是有的 实话实说 你嘴巴放干净点 好嘞 领导 下午五点半 宋谣被他老公开车接走 秦川开着小燕子的车 跟在后边来到了一个紫藏山庄 燕燕 你要是紧张的话 就去洗手间补个妆吧 朱先生应该马上就到了 好的 罗广志从口袋里 摸出一个小塑料包 倒入了宋谣的补制杯中 这是一个男人的合径 罗广志见到来人立马起身 朱先生 您来了 你的爱人呢 小龙 你要是敢放我鸽子 可没你好果子吃 还没等罗广志开车 宋谣恰好回来了 这位一定是朱先生嘛 朱先生 初次见面 幸会 幸会 九文宋总是个大美人 今日一见果然是倾国倾城啊 一会让你看看老夫的战斗力 搞正让你美得叫爸爸 朱先生夸奖了 落座后 三人边刺边人 几杯酒后宋谣开始觉得头晕得厉害 便趴倒在桌子上 姚姚 你怎么了 是不是喝多了 哼 头晕得厉害 宋谣使用最后的理智抬起头来 朱先生 实在对不起让您见笑了 金 今天小宋怕是不能陪您喝了 好 让小罗扶你上楼休息吧 一会老夫要开婚了 把宋谣扶进包厢安顿好了后 朱先生便走了进来 朱先生 您先忙我就不打扰了 这些事都被躲在暗处的起穿看的 玩得慌啊 今天的晚宴已经确定是罗广之座的局了 他竟然能把自己的老婆逛先出去 这时秦川灵机一动 他立即又拿起手机来抱了钩 您好 这里是海州执法接警平台 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紫藤山庄迎兵楼四楼 有人进行军火消益 您说什么 紫藤山庄迎兵楼四楼 有人进行军火消益 快点来 大厦是一个极度安全的国家 别说枪支弹药 就是管制刀具也查得很 好的 马上出警 房间里迷迷糊糊的送鸟 听见动静以为是罗广之 给自己端查进来 没想到是这个猪老头 在慢慢的逼近 猪 猪先生 你想干什么 小宋啊 你的确美得让人心动 连我都有些把持不住了 你放心 今晚之后 你和小罗的事就是我猪某的事了 我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听罗广之说过 猪威在海州的能量不是一般的大 但从不轻易露面 但没想到他还是为了自己的前途 把我当做了交易警 不哭 哭就不好看了 接下来就看老夫的表现吧 就在这时 一阵隐约模糊的警一声 安静了一阵 怎么回事 房间门被急促地敲响 门外传来罗广之的声音 这 猪先生 来 来执法车了 你先进来说吧 怎么回事 得 不知道 但听门口保安说来了两辆执法车 马上就进来了 哼 废物 猪先生转身走了 猪先生 从后门走 怎么好端端地会冒出执法车来 坏了我的大事 罗广之你这个畜生 宋谣说着就要往外边走 摇摇 执法车来了 先等一等吧 你不在 说不过去 哼 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宋谣摇摇晃晃地走到了车上 让周莉莉来接她回到了会所 片刻后房间里走进来一个人 罗 罗董 对不起 是 是我们管理上出了问题 有人闯进来了 怎么回事 有人闯进了山庄 还打晕了两名巡逻保镖 我们已经报案了 但那个家伙似乎是专业的 监控都没拍到正面 执法者突然过来 也是那家伙偷了保镖的手机报得紧 难怪执法者会突然跑来说什么军火教义 原来是有人暗中搞鬼 这件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一定要查出那个人是谁 否则你就滚出海中 好嘞 卢董 在豪华的VIP包厢内 宋谣虚弱的靠在床头 我叫秦川下来给你安安吧 周莉莉立刻给秦川打电话 你下来一趟 快点 很快 秦川来到包厢 看到宋谣的样子 假装惊讶 又要下班啊 别废话 赶紧去放水 宋总很不舒服 秦川走到宋谣跟前 扣住了宋谣的手段 宋总 你 你这是中毒了 中毒 快 那快去医院 不 不去医院了 医生问了我怎么说 是啊 总不能说是被自己老公下了药吧 来的路上宋谣就把事情告诉了周莉 不过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用推拿集合水疗 效果会很好 那你还弄着干嘛 赶紧的 水疗推拿是不能穿衣服的 那有什么 抹上脸都一样 现在是排毒 你还管那些呢 赶紧去放水 宋谣头一次被生命中 第二个男人曝光了暴击日子 在昏昏沉沉沉之中 能感受到那双大事 在周身游子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半小时后 宋谣便感觉整个人轻松了许多 出来后抬头便看到秦川姿势 有些怪异的站在旁边 他双腿夹着 身体前倾 双手挡在身前 你怎么了 没 有点难受 你给我站直看看 是 秦川快速站起 而那升旗之后的地方 却格外显眼 你混蛋 怎么能怪我 我又不是李连英 走出房间 看到周莉莉 在那焦急的等着 怎么样 好些了吗 嗯 好很多了 杨杨 讲真的 你和那个狗东西分了吧 我看他就是在利用你 哎 改天再说吧 时间不早了 咱们回去休息吧 四日下午 主管马琴 正坐在前台无聊的看手机 两个西装革里的男人 怎么过来 不好意思两位 我们这里是女士会所 殊不招待 你们这里有个叫秦川的技师是吗 你们找他 那我去叫他过来 马琴立即起身 朝里面的暗魔驱子去 这是一名男子 看到了身后墙上的技师风采墙 一眼就看到了 今日明星技师秦川上面 还有秦川的照片 拿出手机拍了个照 然后便和同伴快速离开 等到马琴和秦川 从里面走出来 刚才的两个男子 却已经不在了 奇怪 刚刚还在这里的 应该是找错了人 我干活去了 会所因秦川的加入生意报 转眼就到了阅读 总结会的日子 秦川成了 今日总结会上最良的 宋姚为秦川 颁发了金牌技师 荣誉证书和五千块现金 川哥 你可要请客呀 没问题 晚上下班 叫着宿舍有空的姐姐们 一起的吧 好嘞 对了 周副总叫你去办公室一趟 来到办公室 小秦娜 今天会上送总表彰了你 我这边呢 也打算给你点奖励 你想要什么呢 这几天周莉莉 做梦都是笑的 自秦川到了济诗部之后 会所的日流水翻了三倍 奖励 我想周副总请我吃顿饭 喝点酒 这家伙 不要钱 不要职位 竟然要老娘请他吃饭喝酒 难道是看上老娘了 就吃饭喝酒吗 嗯 是的 我要直接说 柴你的身子也不合适呀 行啊 什么时候 今天吧 吃不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吗 你这个小弟弟很坏呀 等会 我画的妆 秦川这个小弟弟 是越贪越顺眼了 若是能来一段姐弟恋 看老娘 不诈干了你 在大厅跟马琳打了什么招 便和周莉莉走了出去 这个秦川跟周副总的关系 也越来越亲密了 又被评为了阅读冠军 我这主管的位置 怕是保不了几天了 马琳拿出手机来 便给刀割割了去 这时走进来一名执法者 秦川是你们这里的祭师吗 是 是我们这里的祭师 怎么了 一星期前 就是十月二十三日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 这个人在你们会所吗 没有 秦川那天请假了 说是出去有事 一旁的眼镜男 打电话给罗广志 罗总 查到了 那天晚上坏事的人 应该就是百美美容会所的纪事 秦川 那天下午到晚上他不在会所 执法者根据车轮印查到了那辆车 就是秦川开的 呵 辛苦了 另一边 周莉莉带着秦川 来到了一家档次不低的西餐厅 周莉莉看着全英文的彩蛋 便想逗逗这个弟弟 我请客 你来点单吧 你英语不错啊 出故国吗 在国外待过几年 他们边聊边喝 不自觉一瓶半红酒 已经下落 周莉莉脸上雾撤飞 眼神也有些迷你了 小弟弟 别说姐越叹你越帅呢 你不停给我灌酒 说说吧 有什么目的 想听听关于宋谣的事情 你刚才说 你和宋谣都是苦命人 我看他老公 好像挺厉害的 不要提那个狗男人 那喝酒 喝 又是半瓶酒下去 周莉莉 已经快要趴在桌上 见状秦川买单 周副总 送你回家吧 到了家 看小爷不给你来个后门别棍 好久没试过这个姿势了 在 在公司 你 你叫我周副总 在 在外面 你得叫我莉莉 好的 莉莉 我先去打辆车 别 别打车 陪我出去 说说话 你 你想听杨阳的事 对吧 嗯 那你先告诉我 你是不是喜欢杨阳 不喜欢 只是好奇 他 他老公叫 叫罗广志 是 是一家集团公司 一把手 有钱 有权 但他老公不行 那方面不行 你知道吧 不算的男人 难道是不举吗 嗯 可能以前酒色掏空了吧 他们也没住一起 但那狗男人 偶尔会用一些 很粗暴的方式 对待杨阳 比如 皮癫 听到 我都有感觉了 我要先给宋妖来个后门别棍 让他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女人的感觉 那宋总为啥不离婚 这种男人能留着过年吗 秦川 你不懂 你不懂一个哥哥 失踪多年 又失去母亲的女孩子 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 活下来 有多难 尤其还长得漂亮 宋总哥哥呢 听他提过两次 十多年前就去部队服役了 前面几年还有消息 后面就直接失踪了 罗广志以明星企业家的身份 资助了杨阳 和另外三个贫困生的 实费生活费 直到杨阳毕业那年 他母亲病情恶化了 要喊大一笔手术费 那也是罗广志出的 但还是没保住命 他哥不是在部队服役吗 应该是有津贴的 难道就没家里打过钱 打过 妈也只是前几年 后面杨阳再去银行查 那边说 他哥没有汇款过了 不可能 周莉莉震惊地看着秦川 我是说他哥 应该不会不打钱给家里 谁知道呢 毕竟这无情的社会里 只有到了自己手里的钱 才是自己的 我只认这个礼 瑶瑶也是 不过 他现在最恨的就是他大哥 所以婚后 罗广志又给钱送走 开了白门医美公司对吧 嗯 卧槽 秦川 解任你说这么多 完了完了 放心 我不会泄密的 哼 你要是敢泄密 我就开宠你 这是秦川口袋里的手机 震动起来 秦川快速放在耳边 川哥 在哪呢 宵夜 还有没有啊 有呢 你们找地方吧 我等会就过来 周副总 你看 你叫我什么 可 莉莉 我还有个局 估计不能陪你了 周莉莉脸上 露出一抹失望 还想着借着酒精 和这个臭弟弟 来修炼一场 凹凸神功呢 不行 我还要争取一下 这样可以留住你吧 事后来到了小燕子发的位置 哟 金牌技师来了呀 等你好一会了 这要是让他们知道 我来之前霍州副总打扑克了 还不炸了锅 乐杰 你就别笑话我了 秦川扭头喊道 老板 把你这拿手的烧烤都上来 喝酒吗 几位美女 除了我 他们两个可都是 一 还是不说了 一什么呀 难道是一杯枣 是一直喝 白三香啤酒 姐姐们 咱们这是要采香喝吗 秦帅哥 别说你一个大老爷们不能喝啊 我怕喝得你们生活不能自理了 哈哈 说着便喝了起来 几个人比较豪爽 都是得品吹的 这时 不远处的黑暗巷子里 忽然走出来一群人 气势汹汹地朝这边走过来 你们是要做什么 你就是秦川吗 是我 你是谁 菜市口刀哥 听说过吗 不认识 我和你们无冤无仇 你们这样跑出来 打扰我和朋友的聚会 似乎很不礼貌 跪下来跟老子说话 不然就让你尝尝被刀筒的滋味 小燕子看到这一幕 吓出了尖叫声 小燕子 你们三个先回去 小燕子挤女下的颤颤 微微站起身 旁边几个笨子 似乎不甘心将他们放走 侧不拦在了小燕子身后 谁再动一步 我就掐死你们刀哥 这小伙子是擒贼先前帮啊 干得漂亮呀 川哥 我们不走 有事一起扛 这些小混子 有本事就砍死我们 这时 秦川后面一个混子 突然挥刀砍向秦川后背 但秦川 像是脑后长了眼睛似的 还以为一技后踢 直接将那举刀杀来的混子 给踹在了地上 秦川趁机用西瓜刀 抵在刀割脖子上 小子 你有本事 但你今天要是赶到我 你会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妈的 我没有你这种憋三敌手 说吧 谁叫你来的 没人叫老子来 就是看你不爽 啊 啊 我说是马青 马青是我拼头 他叫我来收拾你的 给你拼头打电话 叫他马上来 另外这些憋三可以滚了 叫他们滚 刀 刀哥 要不我们报警吧 报你吗 滚 全都给我滚 马上 自己是什么玩意儿不清楚吗 报警不是自投罗网 刀哥拿起手机 立马给马青打过去 刀哥 那狗东西是不是跪地求饶了 来 来四个烧烤 马上来 兄弟 不 大哥 你 你让我先去医院 止血型不行 我怕会失血过多而死 不会 因为距离会所很近 不到十分钟 便看到马青急步走 怎么回事 马青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但下意识地转身就要走 马主管 都来了 就坐下来聊聊吧 马青直接转身跪了下来 川哥 我错了 对不起 是我一时冲动 求求您大人有大量原谅我吧 马主管 你自己说 该怎么办呢 秦川盯着马青 川哥 我明天就走 离开海州 再也不回来了 我发誓 您看行吗 是 是的 川哥 我也一样 再也不来海州了 求求您给一条活路 话是你们说的 希望你们能做到 这样的事情 在我这里也没有第二次 滚 两人如蒙大赦 立即颤颤巍巍站起来 准备离开 等等 川 川哥 还有事吗 去把我们单买了 一听是买单 连连点头 四日上午 宋摇来到了秦川的宿舍 秦川连忙起身 宋 宋总 有事吗 哎 你还是收拾一下来我办公室吧 秦川低头看了一眼 呃 某处又生气了 来到办公室 马主管老家出了事 早上给周副总打电话辞职了 这信是他清早放这里的 秦川故作惊讶 老家出事了 那应该是不想 走得这么急 但跟我有关系吗 虽然你来的时间很短 但周副总的意思是 主管让你来坐 你愿意吗 看来是我昨晚在周副总那里表现得很好呀 开始提拔我了 当然 薪资会给你提上来 我的另一个意思是 你的手法可以传授一些给其他记事们 这个好说 我想问宋总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几年 宋总过得幸福吗 这是我的私事 无可放告 那我只有最后一个条件了 你答应我 我就做主管 并把手法传授给所有记事 什么条件 宋总能把你大哥当年会前的存折给我吗 你要这个干什么 存折我已经认了 我没别的意思 只是想搞清楚一些事情 如果认了的话 就当我没说了 这时秦川便转身要走 秦川主管的事情 还没给我答复了 你找到那本存折了 再说吧 晚上九点 秦川正给吴教授上钟 小燕子突然跑了进来 川哥 外面有人找你 好像挺着急的 就是秦川 你是哪位 我是罗总助理 罗广之找我吗 这时助理的脸色变得冷了 通公文包里 拿出一打支票 罗总将你滚出海中 当然作为回报 你可以在支票上面填一个数字 脖子不够 我怎么填 这什么意思 这上面最多填十个亿 我要一百亿啊 脖子不够 特么的 这是现金支票 最多提十万 你特么想钱想疯吧 你算个什么狗东西 不是台诀 叫罗广之 亲自来找我 其他面谈 助理来到了罗广之的住处 你怎么了 没搞定那小子吗 他 他开口要一百亿 还一脚把我踹出来了 说若是有诚意 哥 让您亲自找他 这时手中的手机 又震动一下 他拿到面前 是朱先生发来的短信 小卢 这几天班子会议 就要讨论新的人事任命了 你还想进步吗 明晚我亲自去见他一趟 罗总 那小子实在太猖狂了 您得小心 他还敢对我动手不成 放心吧 我有准备 罗广之 立即拿起手机 翻出一个备注为渔民的号码 快速编了一条信息 发送过去 最近风浪大 要准备出船了 四日宋摇 来到了秦川的宿舍 宋总 你怎么又来了 不能来找你吗 先问你一件事 我刚听宝恩说 昨天黄红来找你了 黄红是谁 罗广之的助理 单单授授 他来找你干什么 莫名其妙啊 他一来就叫我填支票 我说格子不够 他就骂我 然后我就顺手给他扔出去了 如果你没惹他 这件事我会帮你处理 另外你要的存折 我找到了 虽然我不知道 你为何要这个东西 但我还是找到了 你应该信守诺言 把你的手法传授给大家 秦川接过存折 宋斌就是你大哥对吧 能告诉我这个存折 在哪开的户吗 金山路之行 等一下看会 我会宣布你上任进师部主管 那个 我今天请个假 出去办点事 明天吧 两小时后 秦川来到了金山之行 先生 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 找你们行长 办一笔大业务 抱歉 没有预约的话 我吗 我吗 五千万以上的业务 你先去问问行吗 一通金额拿到了五千万 大唐经理也有些拿不准了 您稍等 说完便转身朝里面走去 不一会儿大唐经理 再次走出来 朝秦川说道 我们行长愿意 点凝五分钟时间 请跟我来 来到行长办公室 行长看了一眼 发现并不认识 先生说要办 五千万以上的存款业务是吗 这个可以有 但请你先帮我查一查 这个存折上的钱 哪去了 行长看了一眼存折 你是这本存折的户主吗 不是 我是户主的兄弟 但我要告诉你的是 他每一年的补助金贴 以及死亡抚恤金 都打到这个存折上来了 这点我很清楚 这个本子上 已经有六年 没有汇款均款记录了 他一年补助金贴 大概七十万上下 加上一百三十万抚恤金 所以 这个存折的真实余额 是四百八十万左右 而不是三块七毛五 领导 你帮我查清楚了这件事 我给你弄五千万的存款业务 不难 如果要查询 你可以去前台 请你现在出去 如果前台能查出结果 就不至于六年没动静了 我还要告诉你的是 户主送兵 所在的不是普通部队 如果你没有私吞抚恤金的行为 后果很严重 你是在威胁我是吗 你也不是户主亲属 现在给我滚出去 保安 保安 来人把这个家伙轰出去 秦川转身 把保安放倒 看样子 你很清楚这件事对吧 再不滚出去 我就把你送进去 你信不信 这是宋鸟走进 秦川 你在发什么疯 你说的请假办事 就是跑到人家 行长笨公事胡闹吗 要不是我觉得你不对劲 跟着你 还不知道你要尿这一出了 你是他什么人 不好意思 我是他到位的领导 刚得知他到了哲理 给您添麻烦啊 不好意思 赶紧带他滚 否则我就用别的手段了 宋总 你这本存折上 应该还有钱 但被人挪用了 你不知道而已 你胡说八道 秦川你赶紧给我滚 听到了吗 否则你明天就给我滚出会所 这不仅仅是你的事 还关乎你大哥的人品 清白 机会我已经给你了 接下来你就等着吧 除了银行秦川 便给聂文武 聂首长打去了电话 哈哈 秦川 好久不见了 你还想得起来给我打电话呀 遇到了点麻烦 你应该还不知道 我刚出狱 又不认识什么大人物 海州又是你管辖的地方 只能麻烦你了 你快别开玩笑了 军中那的大人物 难道你说你不认识 说吧什么事 秦川立即将宋斌存折内 这六年来的金铁铁铁铁铁 我此去金 被牛用仪式说了一遍 岂有此理 这种钱他们都敢弄丢吗 我现在就过去 一定要查清楚 等快一帮执法人走进了银行 我去 老聂叫了不少人呀 聂文武看到了秦川辫子的过来 有些事我们不方便直接处理 路上给执法局的朋友打了个电话 嗯 一会你带宋斌的妹妹进去吧 我就不去了 几个意思 他还不知道我之前是干什么的 对了 我现在在白美会所 做技师 有空叫你老婆来安一安 我亲自服务 打西折 你就是宋瑶吗 你好 我叫聂文武 我们接到举报 来查宋斌补助金铁仪式的 宋瑶看了一眼这个男人 肩膀上的一朵 脉碎一颗金心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级别 但感觉不低 好了 一起进去吧